好 上課 大眾請起 向佛陀聖相請三問訓禮 一問訓 再問訓 三問訓 向收客老師請問訓禮 老師好 大家好 請坐 好 我們今天是第八次上課 我們《楞潔經》也看了好幾段經文 所以到目前為止大家知道 《楞潔經》是在說什麼嗎 女眾浮現清楚嗎 這知道了 大家一副很驚恐的 的眼神 什麼什麼什麼 好 我們從開學到現在 我們都在 我們都在 關注 這個經 裡面所談的這個如來葬 對嗎 然後 他又 也談到這個 常識 對嗎 常識其實就是阿賴爺的翻譯 阿賴爺事的翻譯 然後 他到底 他的特性是怎麼樣 是自信親近 還是怎麼樣 還是 虛妄分別 對嗎 在 真常維新 也就是跟如來葬自信親近心結合 就是阿賴爺跟如來葬自信親近心結合 這個教學裡面 這個叫做真常維新 他的心是 是這一種真實的 這個真實就是跟虛妄相對的 然後真實或是親近的 真實親近的 他跟維世 導師給他的名稱叫做虛妄有沒有 虛妄什麼意思 就是 帶著錯誤的 帶著錯誤 那也是 充滿雜染的 但是如來葬 為 核心的這一個 教學叫做真常維新 那 他的這個心呢 是這個 清淨真實的 然後呢 他是 常 不變的 對嗎 常而不變的 很常不變 這之前好像有出現過嘛 在這邊他又會再出現 好 那我們還是要稍微複習一下 這上星期 這上星期的經文 然後再進到這星期要談的部分 然後同時 解說相關的文法還有意理 好 那上星期 那上星期談到的是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嘛 自信清靜 但是猶如不盡 這一個嘛 好 在這邊 就是 大會 馬哈馬鐵 齒 這一個 好 這一個 這一個詞 它又跟阿賴耶 複合齋齊 對不對 我們上星期有談到 可以怎麼樣來理解 阿賴耶 阿賴耶 Viciniana 現在我們 色大聖論正在討論 這個名字 怎麼來的 它代表什麼 色常 是嗎 由色常諸法 一切種子是 是嗎 顧名阿賴耶 聖者我開示 是嗎 解禪法師是不是這樣 是 這邊呢 我們一直都沒有解 Tathakata Garbha 對嗎 有嗎 這個詞要怎麼理解 前面是如來 對不對 那Garbha是什麼呢 常諺法是Garbha 那是誰 Garbha Garbha 可以理解為 障或常 障或常 白話 白話是什麼 就是 就是所附障 就是 附障 這個字 在這一個 範語 它表達什麼呢 就是好像一個 Garbha 就是好像一個 胎障一樣 胎障 裡面 是嗎 是嗎 在 英文的這一個 翻譯裡面 我們看一下 它們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翻譯 不太一樣的翻譯 比如說 它說Matrix嗎 就是那一個 我們看一下 寶寶信論 The matrix are the Tathagata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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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tra Vivaga 寶信論 Tathagata Garbha 你們 女眾這邊 怎麼理解 那個Garbha 什麼意思 是嗎 屬心同學 那個 去瞭解 它沒有 Garbha 是嗎 Tathagata Tathagata Garbha 它真的沒有翻譯 本來應該有的 是嗎 有啊 對呀 Tathagata 我們大概看一下 就好 就是 好像有 有些分成什麼 Matrix 是嗎 Matrix 是什麼東西 Matrix 就是 一指處 一指處 它是一種 它就是 一種條件 就是 讓 讓 讓東西生長的條件 Matrix 聽起來 像數學的東西 是嗎 Matrix 是嗎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這個 是嗎 Mass Fine Grand Rock 這一個嗎 不是 第三個 這個是什麼 Cast Shaped 魔版 是嗎 是嗎 Tathagata Garbha The essence 它是 它是用 Matrix 是嗎 The matrix of Tathagata 看一下 中文的 中文的 詞典 那個比較 Matrix 子宮 是嗎 母體 是嗎 開盤 是嗎 Matrix 是什麼東西 它 我看一下 有一些它翻成 那個 Womb 是嗎 Womb 是嗎 這個是 大多數 因為它第一個 就給出這個 Womb Womb Womb是什麼 子宮 是嗎 是嗎 嬰兒 處的一個地方 但是導師 他說 如來的胎障 胎障 是什麼 應該是那個胎 還沒有出來 Fetus 它也有這個意思 它也有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 在哪裡 這一個 在這一個 Fetus 它應該要翻這一個會比較好 因為如來還被包在裡面 還是胎兒的狀態 是嗎 所以 大概 在一個 西方 它們在翻譯 好像比較傾向翻成 Womb 那一種意思 Matrix 好像 是嗎 Matrix 子宮 是嗎 有胎兒的意思嗎 類似胎兒那一種東西 是嗎 Matrix 對啊 因為之前我們數學都寫Matrix 聽起來像數學的東西 磨板 磨板 自磨 是嗎 它到底是翻哪一個意思 如果是生物的話 它是子子宮 自磨 總之在導師的解釋 它是 比較是胎 胎那個東西 胎 不是子宮 比較不是子宮那樣的一個 的一個屁育 這都是屁育來的 那應該怎麼理解 如來胎 是嗎 表屁育的那一個 來 表屁育如果屁育在後面 是第幾條 還有沒有印象 不是 持夜市 對 表屁育的 這應該用表屁育那一種 來理解 來理解 可能 比較合理吧 是嗎 大家翻一下 300多少 62 362 是嗎 362條 362 在這邊 在這邊 表屁育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名詞的話 剛好是這個 名詞它屁育擺後面 剛好適合我們 我們這一個 剛好適合這一條 可以嗎 是嗎 如來如胎 是嗎 人如虎 如來如胎 像胎 胎兒一般的如來 還沒有成熟 好 可能 這一個 會 如胎 如來如胎兒 或者是 如胎兒般 是如來 是如來 也就是 還沒有圓滿的 還有一些 讓它沒辦法顯發的一個狀態 Tatakata 總之以後大家去看一些 歐美他們關於如來障的這些研究的翻譯 所以 以前 有讀了一些 他們 比較 取那一個 子宮那個意思 但是 導師比較取 胎 那個意思 他都有 他兩個都有 胎障 那個障 應該 要表達他的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 concrete的一個東西 然後 也是一個 珍貴 埋藏 在某個東西裡面 寶藏 那個藏 所以一般我們 這個如來藏 那個也可以念藏 那 我們習慣上念藏 胎藏 胎藏 可以啦 那長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是 嘎巴 它不是藏的 它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東西 類似這個 寶藏啊 這一種東西 因為 它有好幾種譬喻 然後 那 那 被藏在某個東西裡面的如來 也可以啦 但是 跟 嘎巴這個意思 可能稍微有一些 感覺 而不是那麼直接 感覺啦 大家可以再去 去了解 其實 其實這一些 上課如果說 感覺 大家可以去了解 大家就眼睛要亮 欸 又可以寫論文了 又有題目可以寫 而且 也還有一些東西 需要去 弄清楚 那這樣一寫 就 順便 可以 了解梵語 然後 了解 藝理 那個 在抓魚的時候 褲子也順便洗一洗 就 抓到了魚 褲子也洗乾淨 類似 是 One stone kills two birds 是嗎 有這一個 鯉魚嗎 有嗎 英文有這一個鯉魚 有啦 中文也有 英文好像 一石二鳥 如來如胎兒 就是如胎兒般的 如來 也就是還沒 還被 種種 這一些 覆蓋住的 如來 好 那 這個 Tathagata Gabba Gabba 阿賴雅美吉尼亞 我們上星期說 這一個是 遲夜室 全部都是遲夜室 那阿賴雅美吉尼亞 那阿賴雅美吉尼亞 我們有分析過嗎 有沒有 小美同學 小美同學 哈哈 你說什麼 有是嗎 我們怎麼說 阿賴雅也是 遲夜室 阿賴雅是 這個 Storage 是嗎 蛤 蛤 衣子處 不是 阿賴雅 海海 它有一個 OK 阿賴雅 它好像跟那個 住 住 Dwilling 是嗎 Receptical 是容器 對嗎 容器 是嗎 House 類似倉庫 的東西 倉庫 阿賴 阿賴 什麼樣 直取 是跟阿賴嗎 阿賴有直取的意思嗎 真的嗎 我們再確認一下 我們現在有時候 因為學習久的時候 知識多了 知識多了 就 都憑基因 很容易會 走經 走鐘 走鐘 就是 會有些不正確 我們確認一下 是走鐘 是嗎 阿賴 有蚊子 有蚊子會咬 是嗎 塗一些 這個 它的動作詞 come close to 什麼意思 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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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什麼意思 平靜 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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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close to 它還沒有那麼直接的 那一種 grasp 之類的 或是clean 那一種直取 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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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河應該是 跟著漢義吧 它的 日文的定義 有這個意思嗎 漢義跟 定義不一樣 漢義是說 它發現這個字 有對應到一些 漢義的 佛典 有使用到 這一些 那那個可能是一種 詮釋隱身了 它的 字 字 意的 本身 可能還 還不是那麼的 明顯 阿拉雅 home 是嗎 這個是什麼 habitation 什麼意思 住所 所以它還是 跟那個 容器 那個意思 比較 第二個就有 attachment cleaning 那這個 就是 它的 隱身 在那一種 點擊裡面 它所 表現出來的 的一種 一種意義 那已經變成是一種 隱身了 隱身 延伸的 延伸的 延伸的一個意思 好 所以 它本身還沒有那麼強的那一種 執著啦 本身 自義本身還沒有那麼強的這個執著 所以 反而 也是在使用這個語詞 它會 比較長 會提到的一個 一個面向就是 它是 一個 類似儲藏的一個 的場所 儲藏的 儲藏這個 這個 一切法 種子 所以它比較像是 這一種 容器的概念 這一個意思 比較常被 被使用 當然它也有 子曲的意思 都有 好 那我們先採用 這一個 儲藏的 這一個意思 這個 倉庫 是嗎 倉庫 倉怎麼寫 倉 倉庫 是嗎 倉庫式 是嗎 是嗎 倉庫式 好 那它應該也可以理解為 這個 遲業 就是 但是它這個應該也算是一個批語 就是 這個 事 就像倉庫一樣 事就像倉庫一樣 一個功能 怎麼理解 除非前面那個是什麼詞 你等一下 後面是形容詞 後面形容詞 後面形容詞 所以 等一下 形容詞加名詞 或者就是 事就是一個倉庫了 對 對 這個比較 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 除場所 361的那個 362 除場所 這個 市就是一個出場的 出所 可以嗎 市集 除場所 除場所集市 大概 大概 應該它都是 比較是 辭業市這一類的理解 剛剛說 300多少 361 就是第一條 61 對 下一頁的第一條 就是辭業市的 第一條 王極是仙嘛 這個 這個國王 他本身就是仙人 仙人就是國王 這個市 就是一個 儲藏的 處所 儲藏的處所 也是一個市 可以啦 或許 可以用 這個 方式 來理解 好 所以 都解了啦 把這個 最重要一直都沒有解 本來是要留給你們 都沒有 體會到我們的用心 大家太忙了 好 就是如來賬 阿賴耶士 然後 Gocciara Gocciara 是 依處 是嗎 是嗎 Gocciara 住處 是嗎 Gocciara 在 字典它給什麼意思呢 Gocciara 我們再確認一下 Gocciara Gocciara 就是行走的意思 Gocciara 就是行走的意思 Gocciara 那它有幾 有幾類的意思 就是一個 一個動作 活動的一個場所 那什麼意思呢 演 在認識的時候 它的活動場所是什麼 演示活動的場所是什麼 設法 設法 它在設法上面活動 認識 起活動 對嗎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對象 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它也是一個 對象 像這個object of sense 有沒有 anything perceivable by sense 然後它也可以是一個 dwelling place 怎麼翻譯 插明法師 dwelling是 住的意思 是嗎 dwell 停留 停留 是嗎 停留的地方 是嗎 dwelling dwelling place dwelling house 什麼意思 住宅 就是 就是 dwelling 處所 住處 住處 也就是 它能夠 這個 呆的一個地方 可以嗎 它是一切法 它是 所呆的一個地方 所依 依啦 依處 依處 可以這樣來理解 所以這三個 我們上星期的時候 它可以理解為 都是 慈業 是嗎 就是 如來賬 即是 阿賴也 它就是一個 依處 此 這個 依處 跟它相關的就是這個 Pakriti Parisudo 是嗎 本性 騙境 對嗎 它的本性騙境 然後這邊有一個 Sravaka Sava Sravaka 一切聲文 Pratyaka Buddha 匹之佛 然後這個 Titya Titya 是外道 Vitaka Vitaka 是 巡視的 哪一個 巡 還是 是 巡 是嗎 就是 一切聲文 Prizi佛 外道的這個 想 跟見 我們怎麼理解 Vitaka Dashana 上星期我們怎麼理解 從想而來 的想見 是嗎 他們有一個關係 是嗎 他們什麼關係啊 因想而有之見 是嗎 是 是這樣子嗎 還是他的 他的 思 他的想 跟他的見 顯然法師 我們上星期怎麼理解 學生的記錄是相為式 可能上星期沒有 沒有討論的 相為式 相為式也是一種 想與見 可以嗎 想跟見 就 就就是 兩種 內心的活動 或者是這個 這個見變成是一種 見解 他必須是透過 思考過的 是嗎 所形成的 是嗎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去 去透過他的 那個 異理 就是說 這兩個 怎麼樣的理解 會 可以比較好 或是兩種 都可以 符合 經要說的意思 各有不同的偏重 是嗎 所以 這一個 一切身文外道 之想見 一切身文 披之佛外道之想見的 這一個 依止處 如來障 那 他本質清淨 而 怎麼講 視 視 視為不盡 是嗎 大會 一切外道 一切身文 一切身文 披之佛 披之佛 這樣寫嗎 披之佛 我 外道 到 外道 之 想見 strokes 的 如來賬 嘗試 依止處 是嗎 本性 極靜 是嗎 然後呢 猶如不靜 是嗎 猶如不靜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 阿甘土 Kresha Upakrishita Daya 這個是個巨隔嘛 巨隔 這個 這個是Iva Iva 阿甘土是長音的A的嗎 阿甘土 Kresha 克 克 煩惱 是嗎 索然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抽象名詞畫的 是嗎 它原型應該是這樣子 是嗎 這個 阿甘土 Kresha Upakrishita 是嗎 被染的一個狀態 對嗎 被染的一個狀態 被什麼染呢 是 克煩惱 是嗎 克煩惱 是嗎 所染 好 所以 因為 因為 克 煩惱 所染 之 狀態 狀態怎麼來 才知道嗎 就是那個 達 被克 煩惱 所染 之狀態 因 被克 煩惱 所染 之狀態 的緣故 就是本性 極盡 那 猶如不盡 為什麼 因為 它被克成煩惱 所染 或是 所 所覆 大概是 這樣的一個意思 就是 就是這一句 然後 後面還有一個 Tesham 然後 Tesham Tesham Apati Natu Tat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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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 這不是Tathagata Tathagata 是諸如來 這個 Apati 什麼意思呢 顯現 顯現 顯現是嗎 它是R 再加上 怕 是嗎 是 Natu Tathagata 對 Tatha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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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 他應該是指那一個 前面的這種 本性清淨猶如不敬 這樣的情況 他不會顯現 如來如來障就是情形 他不會 刻成索染 眾生的如來障才是 刻煩惱索染 可以啦 所以 所以 所以他需要有一些理解 詮釋在裡面 因為 他這邊沒有一個主詞 或是說主詞在前面 就是 本性清淨 猶如不敬 這樣的如來障 如來的 那個如來障 或是不清淨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他不會出現 對 或是說對如來 出如來 而言 此不出現 這個詞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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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但是 的意思嗎 做 不 是嗎 或他也有很多意思 和 都可以 好 這邊因為剛好他要跟這個前面的情況做一個反差 所以用個蛋 蛋對豬如來而言 此不出現 此就是本性親近有不性 這樣的情況他不會出現 好 那這個是我們上星期 住址處了 住址 上星期的一個 說明的一個內容 這一段OK嗎 還有一段 然後點點點 不是喔 這個是新的 這新的 好期待 來 蕙琦瑪斯OK嗎 來一小句 這一句最簡單 來 喔 阿 阿塔 被剪 那個剪 阿塔喀魯 OK 來 你 阿塔喀魯 馬哈馬地 Boddhisattva Mahasakva Bhagavantam Etat 阿佛 Chad 阿塔喀魯什麼意思 蛋喀魯什麼意思 然後呢 主持是誰 大慧菩薩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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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佛 摩佛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對釋尊 鎖 鎖 是嗎 鎖 是嗎 這個是什麼作用 這個Bhagavatam 這個行對嗎 有沒有 被World改掉過 Bhagavatam什麼格位 夜格 夜格 大家翻譯一下Bhagavatam Bhagavatam Bhagavatam 夜格 夜格 那這Etat是什麼意思 之前你好像有講過 還記得嗎 就是對某某人說什麼這樣 說這個 這個不是修飾Bhagavatam 不是對這個佛說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Neuter Bhagavatam 大部分都是 陽性 就是說了 說詞 是嗎 Etat 是嗎 可以嗎 好 那這個 Avortiat 什麼意思 這個R是什麼 否定嗎 不是 沒有被騙 是 R的否定就沒有說 是 他不跟釋尊說話 Vat的那個 不定過去史 這個是不定過去史 我們來看一下 它應該有收對不對 Vat 是嗎 Avortiat Errorist 是嗎 不定過去史 是 那前面那個東西 為什麼會跑出一個R呢 這是第幾條 這個叫真音 真音 它會多一個R的音 它不是那一個否定的接頭 它叫真音 它原型是Vat 第幾條 來 第幾頁 一百五十六 一百五十 六 六 一五六 然後呢 第幾條 第幾條 好像 四百七十五 也有收到 四七五 就上面 上面 好 那 你有找到 四七五 不定 過去十四 你是四七六 他說 四七五 四七六 前面幾條 看一下 不定過去十 不定過去十 齁 這是 四七六 四八一 不是 四八一 不是 四八一 四七三是基本的定義嘛 十二大 之二大內皆有正音 有沒有 正音就是前面那個R 可以嗎 前面那個R是正音 還有那一個 這個imperfect 它也有正音 imperfect 就是未完成過去十 在五十一頁178條 就是這兩種表達過去的 這個動詞呢 它都有正音 正音看一下 augment 它這邊有談到 未完成過去十 是將正音R 加到慈幹的慈熟 那這個未完成 不是 不定過去十 也是有這樣的一個 皆有正音 它這邊只有講正音 正音就是 就是把這個R加到慈幹的 最前面 慈熟 好 所以它那個R是 正音跑出來的 它不是要否定用的 所以要小心 好 我們第一節課先到這邊 那後面我們下一節課再繼續 下課 下課